您来了以后吧 我觉得我就省了一个买手机的钱 对 肯定是 我们能找回来了 对 然后它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作案方法来进行的呢 对呀 因为现在那个手机分为两种 一种是苹果 一种是安卓系统 那苹果是RSO系统 对 那苹果手机被偷了以后呢 它那个 我们有一个查找功能 有 有 有 这个手机呢都会有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是的 就等于是你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这时候如果你输进去呢 然后 我们的正常理解的话 我输入进去才能找到我的手机 知道那个手机定位在哪 不行啊 钓鱼网站会把你的手机 那个等于你的身份证 银行密码卡都给 就给通过高科技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就是它发过来的那些个提示 让你输入密码的 什么陷阱 那些个东西实际上都是钓鱼网站发过来的 对 并不是真的这个手机公司发过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存在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咱们那个观众朋友们 和咱们智慧家庭一定要明白 如果你不输入你的 姓名啊 就账户名啊和密码 那么他拿去就当一个 破铜烂铁给卖了 因为他那个手机刷新不了 刷新不了 如果他盗取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他拿到这个手机一刷机 他可能还是还蛮很高价 或者爱新手机给你卖了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生活观念 认为客服电话 包括银行电话 都是官方的权威 但现在社会在发展 骗局也在发展 这时候你自己打电话给他 你打掉的电话 自己拨的号码 那不会有假 那不会有假 或者是你自己上真正的那个 某些手机的官方网站 然后你打电话给他 哪怕你用做机会用别的手机 打电话号码给他 然后去询问怎么操作 这个我都做过 应该还是非常地放心的 你把那个